此时,正值阳春三月,燕京城郊的月来客栈热闹非凡,门前是锣鼓喧天,原来是住在此处的一位书生中了近视,正有人给送洗帖呢,书生的喜悦之情易于言表,连忙从怀中套出几十文铜钱,打赏给来报喜的人。 这时候,人群之中的另一个书生失落地走上楼去,坐在房间里发呆,这个书生名叫陈子楚,因为自己一直没接到喜报,所以一直忧心忡忡,到了下午时分,依然没有任何消息,陈子楚心中不禁打鼓,看来自己是落榜了,门之雅一声响了。 走进来一个身材窑窍的女子,那女子面带沙巾,露出一双水潭般的毛子,这女子名叫沐雪,是客栈老板的女儿,陈公子,你怎么了? 沐雪开口问道,到了现在这个时候,我还没接到喜报,那肯定是落榜了,枉我一番苦毒啊。 沐雪说完,摘下了面纱,一张布满疤痕的脸,呈现在陈子楚。 陈子楚面前,小姐,只要你我情投意合,这容貌又算得了什么?我不嫌弃。 陈子楚深情地说道,突然,陈子楚拨开众人,来到刘老板跟前,扑通一声,跪在地上说道,刘老板,我今天在此向您提亲,愿意迎娶小姐为妻,如若没有您妇女俩,就没有我陈子楚的今日。 原来,自从陈子楚来到京城,就住进了越来客栈,因为路上感染了风寒,所以一病不起,很快身上带的银钱花光了,风寒不但没治好。 而且欠了多日的住店前,刘老板见他可怜,不但没有赶他走,并且还借给了他一些银子,让陈子楚赶紧治病。 在陈子楚病重期间,墓穴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,在墓穴的精心照顾下,陈子楚的身体得以好转,才没有耽误考试。 第二日,皇上下令召见三位新科,这三位新科状元,可谓是风流倜傥,一表人才,询问一番之后,皇上轻轻地扭头,看了一眼屏风后面的新月公主,只见新月公主拿手指了一下,皇上心中便已明了。 原来,皇上召见新科状元,就是为了给公主选一个夫婿。 公主刚才所指之人,正是陈子楚,皇上一听,着实斥了一惊,忙问其故,陈子楚便将缘由一一道来,好一个重情重义之人,朕马上为你赐婚,命你三日后完婚,并赐你一座状元府,婚后留汉临院任之。 皇上龙颜大悦高声说道,多谢皇上,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陈子楚赶紧叩头谢恩,等到三位新科状元退下之后,新月公主从屏风后面冲出来,撒娇地说道,父皇,她是我看上的驸马,你为何还要给她赐婚? 人家有婚约在先,我们不能硬拆他人的姻缘,再说,天下好男人多的是,父皇一定给你找一个重义的。 皇上说道,新月公主见皇上这样说,只能点头同意,三日之后, 陈子楚举行婚礼,昔日比较冷清的月来客栈,立刻变得热闹起来,街坊邻居都来给刘老板道喜,直夸他的女儿有福气,嫁了一个状元郎,二人婚后没多久。 陈子楚就派人把母亲接到府上居住,穆雪每日端茶倒水,对婆婆极为孝顺。 这一天,穆雪陪着婆婆去逛街回来,发现陈子楚正与一个人交谈甚欢,那人见婆媳两个进来,于是起身告辞,在那人转身的瞬间,婆婆刘氏看清了那人的脸,不禁怒火中烧,那人也注意到了刘氏的变化。 急忙离去了,子楚,你怎会与他有来往?你忘了是他害的我们家破人亡吗?刘氏怒道,娘,他姐姐是当今太子的奶娘,这人我们得罪不起,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。 陈子楚央求道,你这个不孝子,竟然和仇人狼狈为奸,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? 刘氏越说越生气,竟然一口气没上来,直接栽倒在地,娘,你怎么了?不要吓唬我好不好? 陈子楚说完,赶紧把刘氏抱到了床上,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,刘氏才悠悠醒来。 低声说了一句,造孽啊。 原来,陈子楚的家境颇为丰厚,世世代代以经营茶叶为生,到了陈子楚父亲这一辈,生意做得更好,同样是一个品种的茶。 陈家的茶叶有一股特殊的清香,口感更是令人沉醉,清措一口,香气直入口鼻。 即使陈家的茶比其他茶庄贵一点,但依旧供不应求,几年功夫下来,陈家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豪。 这一日,茶庄来了一个客人,说自己有一批抵债的茶叶,想卖给茶庄。 陈子楚的父亲通过茶叶,发现这些茶叶品质不错,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。 于是就买下了这些茶叶,谁料第二日一早,官兵直接冲入了茶庄。 原来,陈家所买的茶叶,正是吴家茶叶给宫中采购的茶叶,半夜被盗贼给偷走了。 如今人赃巨货,他们直接把陈父抓住了大牢,盗窃给宫中的物品可是死罪,但陈父拒不认罪,被用了重刑。 没想到死在了大牢中,事后陈家就被抄了家,财务全部没收充公。 陈母刘氏经受不住这个打击,卧病在床,一夜之间陈子楚仿佛长大了许多。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,一定要专心苦读,将来考取功名,为赴深渊。 如今家道已经没落,陈子楚便谋了一个差事,在药房做记账先生,所挣银钱,勉强能够度日,还得从口粮中省下钱来给母亲治病。 后来,陈子楚无意间知道了一个秘密,原来这一切都是吴家茶庄的老板的圈套,他设计栽赃陈父,就是想夺取陈家的一件宝贝,陈家的茶叶之所以优香绵绵,就是因为家中的这个宝贝,那就是茶虫。 后来,陈子楚高中状元的是传到了家乡,吴老板立刻变得惊恐不已,他怕陈子楚会告欲状,于是又想到了一个妙计,时间不长。 吴老板就来到了京城,带了大量的黄金,求见陈子楚,拍马屁的话说了一大堆,然后又和陈子楚透露,他姐姐乃是当今太子的奶妈,来了一个恩威病重,他料想,陈子楚如果聪明的话,肯定不会葬送自己的前途。 果然,陈子楚收下黄金之后,便答应和吴老板化干戈为玉帛,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。 陈母刘氏再也忍受不了儿子的做法,直言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,自己回老家去生活。 到了第二日,墓穴收拾完毕之后,来到月来客栈和父亲告别,父亲听说后很是不舍。 但还是尊重女儿的意愿,皇上得知此事以后,对陈子楚更加欣赏,他为了母亲,竟然能和新婚妻子别离,这种孝道值得嘉奖,于是又给陈子楚观胜一级,陈子楚派了一辆马车,护送婆媳俩,经过几日的奔波,婆媳二人终于回到了老家,送他们回来的人前脚刚走,婆婆就立声喝道,跪下。 墓穴一惊,赶紧双膝跪地,你给我听着,从今以后家里的活你全包了,不知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,让我儿子娶了你这么个丑女人。 婆婆又接着说道,墓穴张了张嘴,想争辩什么,但还是忍住了,只是轻轻地回了一句,我知道了,娘。 从这儿以后,墓穴每天晚睡早起,匹柴,挑水,做饭,都是她一个人的活,时间不长,就活脱脱地变成了一个村姑,虽说墓穴面目丑陋,但从未吃过苦头,父亲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,如今在婆家却变成了一个干杂活的丫头。 婆婆刘氏还经常冲她发脾气,骂她是丑鬼,但墓穴从未往心里去,每天都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,日子一晃就过去了两年,这两年间,陈子楚从未回来探望过一次。 只是偶尔派人送些银两回来,并捎话说,公务繁忙,无嫌回家,刘老板见刘氏对女儿改变了态度,也开始换了一张笑脸,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吃起饭来。 感谢观看